這樣什麼都搞定了 因為這邊它有很多的細節 而且有些是像消化器官的裹面 有時候這樣看你的肉 這樣就很清楚 這邊還不錯 雞德好像沒有很貴吧 那你可以看看 如何需要 我們再去跟書局打算 有點緊的 所以我反射才能講對不對 腦解釋 腦解釋完 腦的不同部位的功能 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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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就是腦的會不會講完了 應該是 神經心ggak怎麼會過的 我是已經拿 很好模型 然後模型都講完了 應該是 連不取得 應該是這個 所以腦跟脊髓 所以這個中枢神經 脊髓這個部分的話就是留意一下 一般來講在訊號的傳遞過程裡面 腦常常會借用脊髓這段 因為腦離我們身體大部分的部位太遠了 不管是到動氣或者到受氣 切一下脊髓基本上應該還好 這個痘髓方面來說應該是可以接受 等一下會提到的一個問題是 脊髓肢體本身比較關鍵的功能應該是在肢體反射上面 因為反射層面牽涉到很多 比如上次提到那個中腦 比如說那個中腦 中腦負責視、聽、覺、反射 對不對 所以你看那個 有一些生態影片 那個草原上的草食動物 然後也受到一點點的風吹草動 然後就驚嚇 然後快速快速奔跑 所以他們就發現如果從比例上來看的話 草食動物的中腦比我們發達很多 我們大概勉強還可以用 所以中腦基本上也是一個 賦予那個生物比較求生本能的一個部位 所以你看 中腦負責視覺、聽覺、反射 對不對 所以反射的動作 是不是全部都由脊髓來負責 不是 就是骨隔肌 肢體軀幹上面的反射呢 比較會是在中樞會是在脊髓 所以記得喔 脊髓不是負責所有的反射 好 中腦應該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了 好 所以接下來呢 跟腦脊髓相連的那個腦神經跟幾神經 腦神經跟幾神經呢 腦神經十二對 幾神經三十一對 一般來說的話 大概就是就近管理 比如說 那個耳朵聽覺受氣 那我們聽神經連到腦 這應該還蠻合理的 所以這電線 沒有什麼特別需要的話 應該不用拉太遠 所以這個電線拉的比較遠的 就會有點特殊性 就是第十對的腦神經 叫米手神經 那用這個詞其實還蠻貼切的 主要的原因是 腦袋這個地方 可是呢 這個電線一路分布到哪裡 第一個胸腔 所以 胸腔內心肺的活動 跟他有關 腹腔當中消化系統的活動 又跟他有關 所以他不只是遠 他還很廣 只有迷走這個字眼 所以 他雖然是有一點特殊 課本特別舉他來當作腦神經的舉例 那這樣一道高三就比較麻煩 這十二隊我恐怕都要去稍微認識一下 可是白話講反正十二隊最好 記一下 只是記一下這樣子而已 好 那幾神經三十一隊 就還好 因為 這個考試不喜歡數字這麼多的 所以通常大概就是 按照那個脊椎骨的分布 怎麼樣 脊椎骨的分布 好 然後你就會看說 那個頸部 好 頸部脊髓 然後呢 電線連出去 胸腔這一段的脊髓 然後電線連出去 所以大家就知道說哪一個段落 那個幾神經有幾頓 這樣就好了 就 先測到哪邊 大概還好 主要是他的動作上 然後到底是怎麼樣 你們知道後面也是怪怪的 好 我拿回家 他擺在那邊 我小朋友去玩他 等一下 就很白目 玩完之後呢 當天就做噩夢 發現 發現 嚇醒 皮皮抓一直抱著我說 我說 你做噩夢 突然轉不出來 沒有 我說 沒關係 你就睡覺 然後 隔天一起來說 你到底做了什麼惡夢 他說 我們看到褲子頭 啊 你看 是不是 太 手 超正 可惜 好 接下來 反射 反射的關鍵在於 這樣的虛套的傳遞過程呢 不討論腦的這個部分 大的這個部分 所以要定義反射 我們上次已經舉過很多例子 比如說 你手上拿一個東西 但你完全忘記它的存在 那事實上東西沒掉下去 這是反射 你跑步的時候 或走路的時候 進入規律性的動作 大腦腳就不再做這件事情了 你不用一邊走路還要想著左腳右腳 跑步的時候也不用一直想著左腳右腳 你會想要 你們試著去跑一次 真的 那個可以感受一下 大腦如果要做這些事情的話 他會很累 就是你會跑步的時候 都要一直想著左腳右腳 就想說 大腦想一下 右腳跨出 你右腳還跨出 大腦想到左腳跨出 你左腳還跨出 你去跑一圈就好了 然後 那個意義強一點的 跑五圈 就發現你會瘋掉 所以 像這些動作的話 基本上趕快把工作移出來 比如說交給小腦或其他的部位去處理 所以 反射 的關鍵就是 大腦 這種事情 論出去 管工作分出去 他不管了 這種動作基本上就是屬於反射 那一般的反射呢 通常還是會經過三個神經驗 大部分的訊號的傳遞 仍然需要感覺聯絡運動三個神經驗來做 串連起完成的一個路線 所以 這個地方呢 是客人取了一個 算是 特例 在前面的內灘圖 反而比較好一點 呃 我們身體在肌肉或關節 這地方呢 常常會有一些受氣 可以讓你感受到 你的肢體有在活動 這是我寶寶 感覺上你的肢體有在活動 所以你已經閉著都知道 我這邊 比如說手肘正在彎曲 對不對 哪邊肌肉正在用力 那 這些散布在我們身體 肌肉上面的 常常都可以總統的把它叫做本體 受氣 你能夠感受到你身體的位置 姿勢的改變 這些受氣 就是本體受氣 那 這個地方剛好 有本體受氣的存在 所以你可以去敲那個 這個膝蓋骨 就是這塊 接一下 再對 這塊 膝蓋骨 好 這個下方 就等於是敲這邊 所以如果腿彎曲 看不到嗎 有啦 正上台 有沒有 就這個下方 這邊 好 那這邊肌腱就是在這邊 一敲下去之後 那 就是腳似之後 尋空 這樣敲 如果你沒有 感受到那個大腿 肌肉瞬間有風景的感覺 代表是 你敲的位置不對 不是工具不好 你可能當初 以前那個拿那個相機槌有沒有 就敲好像都沒有什麼感覺 拿工具啊 拿大支針 也沒有用 你敲的位置 敲的不對 那個刺激就不夠強 所以敲的位置 正確與否 跟那個工具的 大小不關 如果拿那個大支工具 要一敲下去 那很可怕 所以你知道嗎 還好 你的肌腱症帶可能會受傷 所以往這邊敲下去之後呢 這個地方的本體手氣 就受到一個非常強烈的刺激 好 可是你腦袋裡面 詳細嚐一下 這個祖先的演化過程裡面 應該沒有哪一個祖先 哪一天先前沒事 一直在敲自己膝蓋 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動作 為什麼會需要這樣 好 這 先買一個問題 然後所以這個地方呢 受到一個異常而強烈的刺激之後呢 感覺神經元會把訊號轟回船 那傳到哪裡呢 傳到那個 從脊髓的後面 從脊髓的後方傳進來 從脊髓的後方傳進來 然後這是一個脊髓的輪廓 如果這是背部的話 然後這是靠近腹部這一頭 那脊髓內部呢 有兩個顏色的分布 感覺神經元從那個受氣拿到訊號之後呢 他就傳回來 然後軸突末端纖維就進來 那細胞體差不多在這個附近 對 這是感覺神經元 那 本來應該 接下來 話說 其實我們分成兩個層次 外面叫白質 裡面顏色比較深 叫灰質 所以感覺神經元的纖維末端結束的地方 會在灰質當中出現 緊接著呢 他會去接上聯絡神經元 這是比較標準的接法 然後 接下來聯絡神經元 再負責去接上運動神經元 運動神經元就從脊髓的覆測 它去覆向這一頭 然後那個軸突就出去 這邊可以再講一下 有一個東西 另外這個感覺神經元接手氣 跟運動神經元接動氣 那個受氣跟動氣會是太接近了 所以這些纖維呢 在中間有一段路 路過的地方 比如說 假設是大腿這邊 對不對 路過的路 基本上大致相同 乾脆捆起來 這就是為什麼纖維要做絕緣 你看上面的這條路線 迅套是往這方向的 下面這條路線迅套是往外出 你不做絕緣那還得了 這邊你蓋回來的訊號沒回來 蓋出去的訊號沒出去 這樣幹嘛 所以神經不見得裡面每一條小電線 它的訊號傳遞方向 只是一樣的 它可以是這樣的 所以如果你有隨操這個構造 就方便多了 再回過頭來談這個地方 那剛好呢 你去敲膝蓋骨下方這個本體受氣 敲的時候 訊號傳過來 也在大腿就過來之後 事實上你究竟嘛 對不對 以中珠神經來說 它最近的事實上 積水到這邊就可以了 所以它就從積水這邊 就是鬼追那個地方 憲維骨這邊呢 就在出去 好 麻煩你照一下 好 就是這個地方 所以 你在訊號傳到這邊之後呢 因為這邊的積水已經是尾巴斷了 所以很窄 窄到一個程度呢 產生一個很詭異的情況 就是它的臉 感覺神經源 那感覺神經源的走路末端呢 會很逼近運動神經源 好 所以你現在訊號有兩條可以選擇的路 一條呢 是走跪跪矩矩 就是三個神經源的 好 從感覺 接上 就是聯絡 然後再來接上運動 這樣就經過三個神經源了 可是這樣一來的話 你就要先從感覺到聯絡這邊 先經過一次的突出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再從聯絡到運動呢 要經過第二次的突出 所以我們前面已經講過 突出這個地方 因為它是用神經傳導物質來延續那個訊號 所以這個地方它的時間上會有一點delay的效果 那如果這個地方會延遲的話 那假設 感覺神經源真的有辦法 好 在它的走骨末超 直接去影響運動神經源的速度 那就表示我訊號就可以直接過來了 所以 如果走這邊的話呢 就變成 我只需要經過一次突出 那走這邊就要經過兩次 好 我們就完 我們就假設現在呢 這兩個訊號呢 同時都在走 可是 走這邊很快就過來 走這邊呢 慢一步 到這裡又慢一步 所以 以這個點來 以這個地方來說好了 以這個地方來說 誰會先搶到這條電解 看起來應該是走前進的 就只需要經過一次突出的 他應該會先搶到 對不對 所以訊號是馬上就進來 好 現在 這個訊號過完這邊之後呢 軸圖上面已經開始在發生電解質的流動 所以那個 神經衝動已經發生了 那麼你後來的訊號在過來的時候 這邊的細胞膜的電解質 早在發生 早就已經在發生變化了 所以應該沒有那麼快 就馬上回復平衡 讓你這個訊號可以站進來 好 所以就先搶到了先贏 所以他先搶到了 就過來 對 這樣的話呢 就造出了一個非常 很有趣的解禁 整個反射的過程當中 他只用到兩個神經元 那就是 感覺神經元 加運動神經元 可以跳過聯絡神經元 可是這是特例 這是特例 因為在這地方 集水的特殊性 後照的特殊性 空間比較窄 很有可能 感覺神經元 可以直接銜接上 運動神經元 其他的地方 你還是得考慮 一般的反射 還是要用到聯絡神經元 所以 拿這個地方來講反射 用特例來講也是一樣 萬一你那個 錯誤印象 就一直被綁下來的話 就比較不好了 所以 這整段路線上面 從當初受氣 提供訊號來源 感應 所以訊號往回傳 經過感覺神經元 從塑塗 細胞體 軸塗 假設正常來說 聯絡神經元 塑塗 細胞體 然後軸塗 運動神經元 塑塗 細胞體 然後軸塗 然後一直到出去 這邊 接上動氣 這整條路線 我們就稱為 叫做反射 反射 所以反射動作 很容易解釋這件事情 那 另外 為什麼你腳踩下去的時候 腳是先縮回來 或手燙到的時候 手先縮回來 最後才感受到痛 因為 白質這個地方 可以幫忙一件事情 它感覺訊息的訊號傳回來的時候 接下來 你這樣看到的是 那個擠水的橫切面 然後 水平方向的訊號就出去 事實上還同步有一個訊號從這邊傳 傳到哪 傳到你的感覺去 所以感覺去就開始解讀 到底是哪一個部位傳訊號來 代表是觸牙、熱痛 到底是哪一種感覺 所以你終於感受到了 那 因為往這邊 跑的那個路線 等到你的大腦 知覺到這些事情的時候 事實上這個訊號早就傳到動氣了 所以反應再先 感覺再痛 這樣 可以解釋嗎 包括 你感受到痛了 手要去摸一下 那個痛的部位 對不對 那個已經是從大腦傳出來了 經過運動區傳出來了 好 所以大概就這樣 結束 有沒有什麼問題 準備無頭人 準備無頭人 做你幫忙一下 還是 沒關係 便宜一下就好了 前面曾經有沒有什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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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陰影在後面 等一下是他 有什麼問題 還沒有 沒有筆記 沒有 他長跳了 用 再板 做個最說 他就好 好 構成人形 我們身體 整個身軀 太大了 好 所以你要把那個人 人形給撐起來 主要是靠骨頭 骨頭 不能自己活動 所以通常 骨頭是配合肌肉活動 那配合 骨頭肌肉活動的那個肌肉 就叫做骨隔肌 好 所以這樣還蠻擔心的 但是我們整個身體的軸線 就身為人形 那個基本的能扣 會用到哪一些骨頭呢 就是一個 這裡 好 就叫鱸骨 OK 所以 鱸骨呢 是一個 很 堅固的 容器 為了要容納 上次看到那個腦模型 今天沒帶來 好 那 問題是 這個東西需要有一個支撐的主軸 所以這支撐的主軸 就是脊椎骨 所以 鱸骨往下呢 就是脊椎 那脊椎分成很多很多的段落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有停留在那個脊椎 一節一節 好像是在 比如說你把硬幣疊起來那樣子 沒那麼簡單 你仔細看 脊椎骨的每塊 那個形狀 是不是其實變化都還蠻大的 尤其你去摸你的背 不會覺得 沒有啊 我背很順對不對 實際上你看脊椎骨後面 這地方都有一個 那個 脊 突起的意思 所以 這個脊椎的裡面 這根 這根 它用來撐起來的這根鋁條 它其實大概的位置就差不多是脊椎 所以其實脊椎也沒有被包在脊椎骨的 裡面的地方 它其實是放在脊椎骨偏後面 那個空隙跟這個脊椎之間 有一個小空間 快速的塞在這邊 脊椎 沒有你想像同保護這麼完善 但是因為有多的這塊 加加減減 那 脊椎也不太適合 脊椎骨不太適合做太大幅度的動作 因為裡面那個脊椎 你總不能導致 因為知道有時候脊椎骨如果變緊 會壓迫到那個脊椎 所以我們不太希望它做太大幅度 我們這樣就夠了 你可以轉身 可以彎腰 然後往後仰 對 這樣也夠了 所以這個主軸線的話 它包有一些活動的能力 但我們希望它撐起我們的全身 所以等一下再繼續 所以這個軸線的部分的話 從脊椎骨到脊椎骨 那接下來有一個很重要的部位 就是我們胸腔的心肺需要保護 對不對 所以要弄一個框出來 那這個框的骨架就是橫的 那這個橫的就是肋骨 所以脊椎骨要去跟肋骨搭配 那問題是 如果這個框框的骨頭這麼的長 對不對 那可能就有一點脆弱 所以在前面再加一個輔助的支撐 那這個 前面的這個就是胸骨 所以你大致上可以像人 這樣就夠了 從顱骨脊椎骨前胸骨横跨的 這是肋骨 那肋骨就是第十對 從第一對到這邊 第十對到這邊 十一跟十二不連到前面 十一跟十二 末端這邊是游泥的 所以有些人側摔的時候 為什麼那個肋骨折斷 還會回過頭來趴到那個內臟 就是因為這段是游泥的 好 好 沒有那麼倒霉啊 就是小心一點就好 所以這邊呢 所以這邊呢就構成了所謂的中軸骨 我們身體的主軸 那問題是 你除了看起來像人之外 你還是要活動能力 所以哪些骨頭 富有活動的能力 就是這裡 再加這裡 好 所以這個叫做腹肢 好 好 這個螺絲快掉了 其實這樣好多 好 所以接下來我們需要腹肢骨 賦予我們運動的能力 那問題是你看肋骨這邊就很明顯 肋骨因為是這種有弧度的走向 那你要去固定手的骨頭 其實有一點困難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透過兩塊 兩塊幫忙的輔助的骨頭 讓手的第一段骨頭 可以有一個關節 讓它呢 有活動的空間 大致上就從我們軀幹連繩出來 好 所以這兩塊骨頭 前面這邊也摸得到 對不對 有一個弧度的 這個就是鎖骨 好 那左骨跟後面 往後看的話 這塊叫肩胛骨 由它們兩個共同合作 就有點像我們把我們手的第一 第一節的骨頭這樣夾起來 好 所以這個地方 它是一個過渡地帶 你可以把它稱之為 它複製的地段 稱為叫做肩帶 好 好 然後接下來 要開始發展出手的部分 好 手的部分 好 在這邊 手的主 主支架的部分 第一段 這邊只有一根 好 這一根 叫做工 好 這一根 好 手臂 上臂 前臂 手前臂 這個部分的話呢 要換個方向來看 好 好 所以如果你手 手舉這樣子 對不對 這樣可以對照得出來 你摸這個地方 跟摸這個地方 事實上是摸到不同的骨頭 摸上面這根 這根呢 粗一點點 彎曲程度高一點 好 這是擾骨 好 下面這根細一點 也直一點 所以叫吃骨 所以這兩根是平行 所以如果你手 這邊 手前臂的肌肉 沒有那麼扎實的話 你這樣壓下去 應該可以感覺到 這中間其實有一個縫隙 有沒有 很明顯喔 好 是因為我們這邊手 因為手 畢竟比較常在用 所以這邊肌肉比較發達 你真的要摸到很深的地方 除非你真的是肌肉超軟的 那真的完全是缺乏力動的 好 所以一根 一根 一根接兩根 好 那兩根再來呢 手 手部這個地方 接下來就有點麻煩 你就看這邊 我們這樣 左腕過來之後 這邊就是手腕 手腕這個區域的話 你就看喔 像我們的手肘的關節 你只能用這個方式活動 對 它活動的角度 其實比較受到限制 可是你看你的手腕 那個活動的角度其實很大 如果小時候有練過的 應該就更能夠感受出來 所以手腕這個地方呢 其實是一個很複雜的 很多骨頭所形成的一個複雜的關節 那所以它的活動面向很大 這很重要 所以那個 因為你們是已經沒機會了 不然的話 就是記得當年多練練 那所以從下一代開始 以後小朋友記得那個小時候真的 多讓它練練 因為小朋友這個地方呢 還沒有發展出硬骨 但都是軟骨 所以這邊如果小朋友去造 然後一直光會很扭去 所以骨頭到這邊結束 然後全部都是空的 然後之後才有那個 那個石頭 因為它還有軟骨 軟骨基本上 你還可以讓它多活動一下 它那個空間角度比較大 所以等到將來軟骨轉硬骨之後呢 硬骨這時候呢 那個形狀 大力上固定 所以這區呢 它不是一個單純的骨頭接骨頭 它有很多的小骨塊 我們就把這個區域的骨塊 全部都用你熟悉的那個字 就是手腕 叫頑骨 所以這邊的骨頭呢 就是屬於頑骨 還是肌骨 然後接下來就手擋到手指對不對 好手擋跟手指呢 其實你看這邊動作 你看這邊手擋 喔手擋面積好大 對 因為我們這邊其實是面積真的刻意加大 為了要 為了要去握東西 這富裕的內 在明朝的雙手 其實有一個關鍵的 因為手掌 那手掌這個部分要加它的面積 所以看這個地方 實際上這個面積有點失真 真正手掌的範圍 應該用骨頭來定義 會比較準一點 所以反過來看 就是你手擋這邊還有活動的地方 結束 大概從這裡開始算 然後一直到 手指頭 另一節 那個關節角度 彎曲比較大的 這一段 這個才是 真正的 掌 手腳的掌 所以 頑部骨頭 掌部的骨頭 到這裡而已喔 然後 所以 也就是說 那從這個關節之後 這邊才是真正的 手指的骨頭 就直接叫子骨 所以 整個手部的話呢 骨頭就分成三個區域 碗 碗 掌 指 所以你看指頭 你的指頭的總長度 看這邊比較有成就感 因為你看這邊 不然你自己去量 差上幾公分喔 這邊量 就覺得 飛飛短短的 這邊看 很小 很修長這樣子 好 這樣子 沒有安慰啊 我們是很從生物的觀點來看這件事情的 完全沒有安慰這件事情 就是你的手指 它可以這麼長 好 那因為手指跟手指之間呢 這邊有肌肉跟皮膚的延伸 所以 如果你這個地方 像有一些運動員比較狠的 這邊切開 手就可以張得很大 那籃球隨便一抓 好 那個這樣隨便 好 還好 那個 那個 握力 基本上會比較扎實一點 好 那這邊就是手 好 所以這邊的話 好 這邊的話 就是 整個分成這幾個段都來看 弓 然後手弓 完 斬 好 那接下來 因為人 我們的手跟腳的功能要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 手的外型跟功能面跟腳看起來都很不同 可是你再去想 猩猩 然後再往前想 像猴子 對不對 猩猩跟 猴 欸有嗎 我不是故意的 好 猩猩跟猴子的話 它是 主要是四足形種 所以四足形種的都 動物流拍 有時候我們去看那個猴子的手腳 會覺得外型跟功能上 其實非常像 對不對 好 所以表示呢 靈展類 一開始的時候 手腳的結構 應該有相當的雷同性 所以手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記得想講 那應該會有相當的相似性 好 所以你現在看那個 手 第一段 好 第一段一根 這家一根 那可是一樣啊 你脊椎骨很難直接去結個這根骨頭 所以我們又透過這塊 叫做 自己摸 這塊 叫做 寬骨 叫做寬骨 好 因為剛好在這個地方 所以寬骨也被稱為 叫做 腰蛋 那 寬骨這兩大片 何而為這地方 就是骨痕 兩下齁 他是 寬骨很大 那比如說 一般有聽過呢 什麼 做骨 神經壓迫到 對不對 做骨其實是寬骨後面 寬骨下面這地方 這叫做 那另外就是說 生殖器上方這地方 這個地方是持骨 這邊 骨盆在裡面 那女生的話 骨盆在這邊空間會比較大 要生產 那也不能太大 比如說 小朋友的頭尾 頭的直徑 如果是超過 好像十公分 基本上 就要稍微小心一點 可能會難採這樣子 好 那妳以後再說了 然後 所以寬骨呢 我們利用寬骨接上 大腿的第一節 那這根呢 就等同於是 位置上來講 等同於是 公骨 那這塊 所以我們身體又長 又重了一根骨頭 自己摸 這個 就叫做 骨骨 好 所以 公對骨 然後 接下來 那一根接兩根喔 對不對 就一根接兩根 所以那個 很不小心去撞到的時候 那根超痛的有沒有 有時候去踢到 正前方這根 這根比較粗狀 揪死他 就是他 好 不行 好 這個叫進骨 對啊 我們這根超到特別痛 我也搞不清楚 好 就是最壯的部分 那 可是 另外一個真的很難摸得到 因為那個 這邊喔 我們小腿肉身太扎實了 這蘿蔔 難免大家都有 可以這樣吃 好 然後最後他腿部就是這樣子 欸 要嘛站 要嘛是運動 所以這邊的肌肉 他們比較發達 就摸不太到 所以如果你這樣敲一敲 就看裡面好像有點扎實 有沒有 有硬硬的 那其實就是這根 就是他外側這根 這根 這根叫肥 肥肥 這個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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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股股一根 加進肥股 你看這個都可以對得出來了 一根接兩根 對不對 好接下來就麻煩了 那手腕這個地方 你看手腕這個地方 這麼多塊 所以表示我們腳踝是不是要很多塊 對 所以腳踝有很多塊 有沒有 那所以這個範圍呢 因為腳踏比手踏還要看起來大一點 所以你的手腕這邊的骨塊 大概對應到腳 大概差不多是哪一個區域呢 有一個很簡單的判斷方式 就是你腳背 弄起來 那個最高點 山頂 一直往後 這邊 全部都是骨塊 這邊叫做腹股 那腹股有幾個很有特色的 比如說腳後跟 因為我們為了要改良 那個 像猴子跟猩猩 不容易直立行動 他們的腿到腳掌 是這樣的造型 直接那個地方轉彎 我們不是 我們希望呢 能夠站很穩 那你稍微需要往後仰 仰的時候 還可以撐到一定的角度 然後所以呢 第一個 我們改良那個腳底板 讓它弓起來 再來第二個 我們把那個腿 跟它銜接的這個位置呢 移到這個地方來移進來 所以我們腳後跟是往外突出去 有沒有 所以這裡呢 有一塊骨頭 特別往後延伸 就直接叫根骨 那扣除掉這些特殊名稱 不管之外 就是腳背隆起 到腳踝這邊的骨頭 小骨頭 基本上 你都可以把它叫做腹 那 那個腳背 腳背隆起 再往前延伸 到你看得到腳趾頭的那個 那個 那個 山頂嘛 下坡 下坡這段 這個 就等於是你的手掌的掌骨 所以 相對於手掌的掌骨 叫做 竖 所以 腹 竖 那 腿部這個肌肉 後肢 就是骨骨 一接二 進肥骨 然後接下來 腹竖子 所以你的腳踝 腳踝竹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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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 大概是0.8倍的大小而已 基本上 長度 然後我就這邊 覺得是你的手藏這一段 再去 勾起來之後 勾起來開始往照顧到這個方向 這裡就是最高嗎 然後之後我就這樣寫下去 所以就是這段 就是樹 按照教授放在這邊 這邊 看沒有 認不出來 這個 下午空這邊會不會有問題 不會 那就放著他的 樓上的班 都要去跟他合拍一張這樣子 那接下來就 讓你們了解一下 就是說頭顱多麼重要 你知道嗎 這大概是細節 這是追尖盤 有沒有 你看這個多重要 因為它富有彈性 然後就銜接在兩塊硬的構造之間 對不對 所以那個緩衝的能力很重要 那所以像坐姿不良的那種有沒有 那每次就是把那個軟骨給 推出來 然後又導致這個地方 不斷的硬碰硬刺激的結果 導致這個地方 然後呢 開始有一些變形的生長 那一旦呢 後來那個壓迫到神經 就比較麻煩 那個坐姿不良的 自己小心一點 齁 年輕什麼都沒事的 然後 有年紀你就會感受到 這件事情很重要 好 就這樣 那現在我們要把那個 頭顱撐起來 對不對 所以撐起來的地方很重要 如果 如果你的脊椎骨 是撐在這地方 那你的血緣關係可能 比較靠近那個 心經背呢 齁 就是跟胸臂比較近 比較近一點 那我們不是 不是人 齁 為了要直立行走 為了要抬頭挺胸 所以我們把脊椎骨 往內移撐在這個地方 那撐在這個地方 可是 腦跟脊髓不是相連嗎 對不對 因為腦幹的下面 就是接脊髓 OK 所以 頭顱呢 把腦保護得很好 但是問題是 他那個腦又要往下延伸 先接到脊髓 那怎麼辦呢 所以要開個洞給他 所以 腦下面 有一個 枕骨大孔 那個枕頭的枕 枕骨大孔 枕骨大孔 好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腦幹 從這邊穿出 接上脊髓 這一根 差不多是脊髓的位置 這樣可以想像嗎 所以這樣套上去 就很好了 好 那所以 為什麼那個 腦可以受到很良好的保護 因為 頭顱這邊呢 主要都是骨片 那這些骨片呢 在當初升降的時候 從你小時候 骨片大概是距離很遠 然後慢慢慢慢慢慢 越長越近 然後長到很近的時候呢 他們就彼此就卡住了 所以 如果你去看那個頭顱表面 會有很多的穩度 其實這是關節 這樣就是不動關節 像我們手 手部這種關節有沒有 這個方向可以動 這個方向也可以動 對不對 這樣就是完全完全關節 像那個手肘 這是平面關節 沒有辦法在這個地方 然後這樣子動 然後轉到一半的時候 就這樣子動 這樣子動 沒辦法 這是平面關節 所以這種是屬於不動關節 就可以看到縫合線 對不對 好 那為了要把腦整個保護很好 所以這些骨骨也很配合 在隨著生長過程成熟之後呢 這縫合線形成之後 它就變成是一個非常好的容器 所以可以把腦保護得很好 所以如果你要看裡面的話 大概是像 這樣就開了 這一副2萬多塊的模型 就是跟你講到了 誰開了 可惡 這樣 所以腦袋被裝在裡面 對不對 那中間就是整個 穿過的地方 然後 這邊有那個眼窩有沒有 眼窩進來 四身經 廣告從這邊傳出 對不對 然後 那鼻腔 上面繡黏膜在這邊 然後從這個地方傳上來 可以想像嗎 可以想像嗎 那是誰問腦袋在那裡 你前面 所以 這麼一個東西 裡面裝了一個短的組織 一摔爛的時候 你就想像 在那邊敲碎了 然後這個東西摔爛了 所以 那腦袋是一個形容的方式 然後 然後 那 那 所以你看 其實 鱸骨 鱸骨這邊的骨片 其實形成的這個容器 真的是非常的理想 保護性很好 可是整個頭部當中 唯一最鬆散的骨頭 其實是誰 就是我們那一句話 哪一句 老爺還老爺還老爺 這絕對是有可能的 因為 不小心從正面去撞到人 目前 好痛的樣子 對 幸好你從這邊去撞 因為如果從這邊去撞 他就 這個關節 是很鬆的 這個關節很鬆 主要就是靠一些 這個 極箭的韌帶去固定 但事實上又不是很老套 所以如果你是受到那種 側撞力的話 好 你們 不要一手輕輕 敲一下 好 笑 那 你就想說 如果有個人 笑 那一笑 那個 好 笑到這個地方 笑到這個地方 那個肌肉都會有一點鬆緩緩 對不對 笑到繞尾海 不是沒有可能的事情 笑 但主要的關鍵還是側撞力的 笑 你看 就是 所以 你看那個人 往生的時候啊 人往生的時候 一般來講 常常都只留下來這樣子 因為這個路要掉到哪裡去 因為他這個真的會掉 這個地方的關節就是 就是很開放啊 完全可以 輕易就 就掉下來的 所以就是 有沒有 你看很多人類的那個 什麼化石骨頭 有沒有 那主要化石骨頭 是不是常常都找不到下巴 找到枝到枝到枝邊 因為這塊比較容易避見 這樣 欸 包括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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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 那個野生都被倒裂啊 通常發現那個 死掉之後留下來的標本 裡面這個通常跟這個也是分開的 這樣 好 看過了 放回去 那只勾著而已 還好 真正是那個 你們下午用的時候 麻煩小心一點 那有一些螺絲齁 他們那個手一直給他扭 有去 那有些螺絲快要衝過了 手剛剛還掉了 衝過左骨 手掉一次喔 可惡 那這邊 肌肉 看看 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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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地方都會有軟骨啊 那軟骨的最大好處是 你兩個骨頭如果直接性的撞擊 這地方是軟的 就是雖然是硬 可是就腹有一點彈性 這樣的話就滿足了那個狀態力 那這個太軟剛才不行 太軟就變得那個 那個應該是太Q了 那這樣的話 它承受那個力量的程度 基本上也不是很好 韌代是說韌代用在哪裡 我這兩塊骨頭 我不希望說 手肘彎曲 手肘伸直 對不對 一般所謂的脫臼是說 你在那個骨頭活動的過程當中 不小心讓它吐停 對不對 像那個膝關節這邊 膝蓋骨這邊就很容易 你看這個就是 這就算脫臼了 你看它的角度完全跑掉了 可惡 就玩到這種 這種已經有接近脫臼的疑慮了 這樣子 它已經嚴重偏離兩個骨頭 骨頭的銜接方式了 就是脫臼 但是這個幅度不是很大 所以可以敲回來 好 所以喬回來的時候就像這樣子 對 這地方有一個膝蓋骨 這樣 對 所以 通常我們在骨頭跟骨頭之間呢 會用刃籃 這是一個很有彈性的一個組織 像繃帶一樣把它貼起來 這樣的話 你這樣活動完它還可以籃回去 每次活動完然後就脫臼 當然就這樣 然後等一下 先把這個修一下 先把這個修一下 今天有沒有什麼問題 扭到就有一點 可能是已經突出去 再趕快拉回來 可是那時候已經有磨屬了 所以算是腫起來 對 可是可能沒有脫臼 如果你是突出去 然後就 就發現那個 那個關節整個變形 那可能就真的移位 那就可能是脫臼 那再喬回來就好了 只要不是太嚴重 好 那 接著到這邊 幫我好好顧牠齁 幫大家說說 所以我說下午會怎麼辦 會不會被人動還動去 會不會 老公的一定要是有用的 好 準備 準備 對 對啊 那 不然他們說三個 三個 沒有